花东917关山 918持上了强震 让中央山脉活动断层的调查 再度引起关注与讨论 地震学家们利用AI地震 侦测系统侦测发现 这次的强震序列分布十分复杂 需要更多资讯解读 而台湾历史上发生了好几次 灾害型的地震 都跟活动断层有关 尤其是921地震的 车隆普断层调查 更成为台湾研究活动断层的 重要分水岭 政府相关单位开始投入 更多资源与经费进行研究 伤亡惨重的921地震 已经23周年 独立特派员跟着23年前 进行车隆普断层调查的 成大防灾中心团队成员 重回当年的历史现场 他们有什么感触 而过去累积的地震断层研究 又能为台湾带来什么启示 记者李琼岳 袁红书流报导 今天凌晨1点47分 在台湾地区发生了近百年来 规模最大的一起地震 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这一起发生的凌晨1点47分地震 它的规模达到了瑞士地震 以上的7.3 第一点在竹山的加油站 我们就看到整个隆起台深 确定是车隆普断层活动 造成921的大地震 人家问是 这路是走起来还是 还是 走起来 走起来 就当初这边好几个断裂 民众就沿着这边一直爬出来 我也是拿着摄影机这样 所以二十几年前的记忆 都还会历历在目 对我一想就是 921之后呢 我关注了点转为 完全对峰断层调查 我们认为断层所在的位置 无坚不摧 所以只要抬升的地方 几乎所有的桥梁 经过断层的位置全部断掉 小胖把这一条岸子抓出来 走向是被24度东 可能一次是断层的 那整个地面被抬升 相对于另外一个镜子的面 三到五公斤 那一天是1点47分 发生地震 就被震醒了 震醒了 打开电视就看到台北东兴大楼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报导说 震阳是在民间 那时候就根据我的专业 最可能的应该是车龙普断层 第一点在竹山的加油站 就是151公路上去那个加油站 我们就看到整个龙起台深 确定是车龙普断层活动 9A地震发生之后 陈大防灾中心 是第一个进入灾区 调查断层的团队 当年 整条断层这样子冲上来 林老师的位置当初大概也是站在这个位置 那他大概就比着这个位置 就是北二十度东断层这个位置这样 在跟我们解释当初的这个状况 所以那时候很多民众在这边 都是在看地震的灾情 被震得摇摇欲坠的延平加油站 还是不敌于震 硬生垮下 那之后我们就从这里一直沿线 调查了这一百多公里的这个车龙普断层 把921地震的这个沿线的轨迹 都把它记录起来这样 此处为民间西北方 名为三角附近地区的一个产业道路 那现在的时间大概是9月21号 那我们到达这个地区开始对这边 是不是有可能是车龙普断层的 可能延伸路头做一个调查 这个问题是这路是折起来的 还是折起来的 折起来的 应该是啦 这边突然变成一个很大的落差了这样 就当初这边好几个断裂 然后民众就沿着这边一直爬出来 我也是拿着摄影机这样 我们的记忆还停留在23年前 几乎所有人都一样 就像我们路上所遇到的人都一样 所有人的记忆都停在的最 最变化最大的那一刻这样 位于台山县旁 倾斜的民间高压电台 依然耸立于此 靠近镇央附近的集集武昌宫 921地震之前 庙才刚刚盖好 却不提强政塌陷 成了历史见证 武昌宫因为位在镇央附近 所以在集集地震的当晚 他就受到这个震动之后 整个就塌陷 庙方这边为了要保存这个记忆 所以他就把这个整个庙 把它保留下来 它的前面再重新盖了一个新的庙 用来作为一个新旧的对比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 是在台中市的枫园区 那在这个位置 小龙普断层刚好从山边开始切出来 就既抬高四公尺 又往右移了四五六公尺这样 那家里你们在住在哪里 三老跟二老 从地质学的观点来看 是蛮震撼的 我们一辈子很难得看到一条断层活动 然后呢这个台深的量级这么大 到了北边看到了背风桥 那形成一个瀑布 然后呢整个河床抬起来 包括石缸坝 整个受到断层的影响 整个台深 这个整个破坏 921地震的时候 这座桥就整个垮掉了 那垮掉的原因最主要是河床 被车龙普断层截穿 然后整个就塌陷 那这座桥就整个就塌掉了 而且在河床上面就出现一个 四公尺落差的瀑布 岩石露出来 一直跟旁边那个草谱 有一个将近四公尺到七公尺这样的落差 那沿线就一直到这个石缸坝最高的位置 那现在我们看到最远处 那个蓝色的这个公寮 那个地方当初在921地震的时候 它造成了一个11公尺的落差 就是被记录到最大那个台深量的位置 因为整个石缸坝被车龙普断层 截穿了以后挤压变形的关系 但是它变形集中在 最靠近我们这个闸门的位置 就持续延伸 延伸到整个这个操场 那光复国中包括倒塌 跟整个光复国中受到台深的影响 挠区形成的这些地表的变形 其实整条线都是非常的震撼 那整个断层沿着操场就把它切穿了 然后整个台深的量操场变化的形状 那大概就是被完整的记录下来 它的校色刚好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建筑 那靠近断层带那几乎都倒塌 那很幸运的是还好当初同学们都没有在这个教室里头 那所以这个地方它也把它保留下来 变成一个纪念园区这样 九二一地震除了日本媒体大福报导之外 日本研究地震学者太田杨子 也两度来台调查九二一地震 与车隆普断层的关系 这些灵状的关系 只要走到这里 破坏了 一旦来到这里 是把关系的关系 在这两个坏中的坏中 也设计划是非常不同的地方 在某种地区的位置 所以我们想要设计 一个不同的坏中的坏中的坏中 这些坏中的坏中的坏中 无数失革超市一 هو 所以我真要设计 如何感觉到这样的坏中xy rabbit 其实台湾到处它都去过 像刚刚我们讲的嘛 就是极 Worga沿线嘛 然后1935年 清楚台东的地震嘛 海啸的话 它是在最近很紅的 太空火箭發射的那附近 九棚在南台灣 然後海嘯的另外一個地點 是在蘭嶼 科學界做活動斷層的 多多少少台灣學界 幾乎大部分都跟它有合作 油城大團隊花了一個多月時間 完成的車融土斷層調查 就收錄在這份報告中 劉彥球當年也是參與成員之一 921地震之後 她進入地調所 全力投入活動斷層的調查 今年居然做了三次地震調查 0323 0620 跟這一次0917跟0918 0323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調查到 知道池上斷層 沿線有很微小的破裂 9182點40是在哪個位置 在這裡 當時人在河床上 河床就在你眼前直接破裂開來 然後那個噴沙就直接從你面前這樣噴出來 如果這是921的震度發生在這邊 搞不好有人真的會被裂縫吞進去 觀山與池上地震造成的原因 目前還有不同的調查與說法 地調所也在第一時間派了三組人 針對地震發生沿線 所形成地表道路破裂 建築物倒塌 橋樑斷裂以及噴沙等現象 完成第一階段的野外普查 初步認為跟玉璃池上的斷層有密切的關係 玉璃斷層在1951年就發生破裂過 實際上把它套到圖上之後發現 跟這一次的倒塌的位置幾乎是連續的 非常吻合 所以就是說它是在一個玉璃斷層的地表破裂 而且跟1951年幾乎是完全重合 它完全重複發生玉璃圓環 它本身我們也看到 它其實是至少兩道的地表破裂 但1951年它好像只記錄到其中一道 玉璃斜天宮附近我們也是記錄到接近兩道 所以它是一個左移斷層的那個帶狀 至於被強震 震成好幾段的高寮大橋 造成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我有去實際看一下 發現它的橋台的確有被斷層 大概觸動20公分左右 它最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它夾在 池上斷層與玉璃斷層中間 所以它地表加速度可能在兩個斷層 同時活動下比我們格外的大 可能造成它的地表加速度 跟搖晃的程度超乎它的設計 你看我們這邊其實有三條斷層 這一條是奇美斷層 這一條是瑞水 這一條是池上 它在三條斷層包夾的中間 我們至少在這邊看到它前面的池上斷層 就是產生活動的 所以那個國小它就純粹應該是靠近斷層上 那輪天大橋在那一次也受損 長湖大橋也受損 這一次幾乎它就無法再躲過這一次了 921改變了我們原本的建築規範 原本還有分做強陣區跟弱陣區 921地震一完了以後全島就同島一命了 透過921地震我們其實國內有一個很好的發展 地震災害活動斷層的調查 把這些經驗累積在這個體系 防災體系裡面 這是我想非常的重要 活動斷層是我們遲早都還要面對的問題 我在1999年碰到我未來可能30年50年 我還會碰到同樣規模的地震災害 昌宏浦斷層保存園區 來了一群國中生 他們是沒有經歷過921地震的世代 可以留下多少深刻的記憶呢 台灣走過了921又經歷了美龍 花蓮 觀山池上地震 每一次大地震來襲時 造成建築物校舍的倒塌 以及橋樑破壞 交通中斷 幾乎沒有一次躲得過 回望921探究活動斷層 面對地震是台灣一門永遠的功課 由台大地質科學系擺在池上的五部 長期寬屏地震站 跟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的寬屏地震站 在917 918地震前後 利用AI地震偵測系統偵測結果 發現從9月1日開始 主政區已經有微地震活動 到9月25日為止 已經偵測出3萬多筆的地震 可以定位出來的地震有4000多筆 地震序列分布南至陸野 北至光復 超過90公里長 分布十分複雜 而且不是只有一條活動斷層就能解釋 未來這些資料將可以更清楚描繪 分支斷層構造與震源機制 獨立特派員也會持續繼續關注 現在先休息一會 馬上回來 在這條活動中 有些人的地震 在這條活動中 有些人的地震 在這條活動中 有些人的地震 也會有些人的地震